Chinatown TV President Lolita Ching accompanied guests from Fuji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Chanzhou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o pay a courtesy visit to PTV4. 非洲电视台施育额台长于2023年11月6号上午11时半陪同前来马尼拉出席首届菲律宾世界闽南文化节 即2023菲律宾至福建泉州电视周活动的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二级巡视员戴小红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杨龙 泉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总监翁飞飞副总监许华兴 访问参观菲律宾国家电视台PTV4 陪同出席活动的还有非洲电视台副台长兼制作人庄灵令和副制作人兼新闻总监王学毅 PTV4电视台台长普奥德指派项目经理邓布里克和制片人Rose接待来自福建的同行嘉宾 在经理的陪同介绍下 贵宾们参观走访了电视台各个部门 邓布里克边走边介绍了该台的历史和发展情况 他说PTV4电视台两位同仁有幸应全州广播电视台的邀请 参加今年7月的菲律宾媒体 适宜全州型采风团的活动 全州人民的热情好客 适宜全州的独特风采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管理 全州的风情民俗和美食让他的同事印象深刻 赞叹不已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联系与交流 更多的人员互访 互相学习 更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他感谢非洲电视台选择该台作为合作伙伴 他表示 非洲电视台为非洲文化和媒体交流合作 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希望大家给予非洲电视台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让他永久成为非洲两国互相了解 促进友谊 增进交流的平台之一 福建省广电局戴晓红巡视员和杨荣调言员 全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翁飞飞总监 也分别介绍了福建省广电局和全州广播电视台的情况 并邀请普奥德台长和其他负责人有机会前往福建考察访问 参与全州广播电视台和非洲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各项活动 非洲电视台施育额台长和庄林令副台长 感谢PTV4的热情接待和对本台的赞扬和肯定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